现在我们每天在报告的过程中 也可以发现说突破性感染已经占绝大多数 19号一口气多了10例境外多达8位 都是打完两剂疫苗依旧确诊 而一周的基因定序中增加4例Delta变异株 其中3位也是突破性感染 看得出来边境不能松懈 尤其欧洲疫情再度升温 全球来看在昨天也看到就是 有比较多的一些案件数 也都是50万左右 那死亡的个案也都到7000左右 都是进来相对的比较让人家担心的一个情况 边境严守是基本疫苗还是要尽快打 目前第一剂涵盖率76% 第二剂还在努力只有45%不到五成 就看混打上路后会不会加速覆盖率 早点达标年底六成 指挥中心恐怕得有一些催打政策助攻 才能让两剂的接种率达标 毕竟14轮预约不如预期 尤其莫德纳许多诊所反应打气不佳 甚至高端施打意愿低 近期却还完成交货500万剂 物近期用最好 所以当然要有各类的方法来使用它 那当然如果都各种方法都用尽了 那也就是说过过了期那不可能把过期来打 那就巡礼就销毁 我们如果要捐助我们也是要大家达成这样的一个合议的情况 不会我们突然就把疫苗就放到别的国家去 高端国际认证上遇到困难还要再补打两剂或多或少又在影响民众意愿 目前只用掉140多万剂 剩下的恐怕得想想办法 否则最终过期只能走上丢弃之路 对本新闻余无奇陈建民旧宣 SNJ小组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